大家好,这里是最爱好批评书 我们继续扯扯土工中国的各种八卦的事情 各种搞笑的事情,各种恶心的事情 因为是土工中国的百年清典 我们也要给他送送礼物 搞搞他们见不得人的恶心事 网上出现了一个名单特别有趣 跟大家扯不扯吧 什么名单呢? 说毛泽东公开的有名有姓的姑娘 他睡了哪几个人 我们先把这个名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些个名字我是不知道 但是有几个人我是知道的 我就终点的说 完了以后说北京这边 因为公布了毛泽东睡过的姑娘 我称之为毛泽东那些年 被毛泽东糟蹋过的姑娘 说习近平糟蹋的姑娘那就更多了 我们都知道薄熙来糟蹋了很多姑娘 有些个姑娘知道内情是不是? 有些姑娘被博武开来就逼着薄熙来就把这些个姑娘就给直接弄死了 做成的人肉干 这个都是公开的秘密了 有的是电视主持人 说大连电视台有一个女主持人肚子里还有薄熙来的肿就一起做成人体标本 还卖到现在某个地方去赚了最后还给薄熙来赚了一笔钱 哎呀说起来不可思议这种事情我们都想都不敢想 但是共产党的这些个土匪畜生他就敢这么干 说习近平也有这个事我们待会说毛泽东我们再说说包子里 毛泽东睡的哪些姑娘有名有姓的都是怎么说呢 除了张玉凤是一个服务员以外 其他的都是大家闺秀吧都是这个或者说是有一定的有的是文化人有的是明星是吧 反正都是一点一的人物啊说这个有从一个叫做陶思勇阳开会这应该是毛泽东很年轻的时候说过的啊 然后泥屯啊贺子珍啊贺子珍我知道了江青啊 然后史乌莱特啊史莫史乌莱特吧史莫泰莱啊史莫泰莱啊 吴丽丽哎呀没听说过冯丰明张汉之啊张汉之丁灵哎呦喂丁灵 于山哎呦喂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熟啊我认识个于山的应该不至于啊 上官云朱啊李云露啊张善南 孙维时唐文生夏菊丽严慧珠哎这个好像是个很有名的演员吧 谢锦衣哎呦姚树贤吴旭军邱桂荣 杨立青余雅菊刘素元邵锦辉李宁诗 孟锦云张于凤姐妹俩哎说很有意思啊这么多人有名有姓的 这里面呢有些个是是是可以说到说到的 甚至就毛泽东这个人呢就不是个东西啊 超级人渣知道吗 超级人渣你自己用过的女人你都不保护我缺德我跟你说啊 第一个是就是我们讲讲这个史莫来史莫泰莱吧 史莫泰莱我老说是史莫来特啊史莫泰莱 这个史莫泰莱跟毛泽东搞上的时候是毛泽东讨厌赫子珍的时候啊赫子珍嘛 赫龙的妹妹嘛是吧中国姑娘嘛也是一个这个什么柴虎溜啊 然后是也也也没什么太多意思啊 说是在长征的时候一路上也没事干啊 除了磕鸦片就是跟赫子珍就是吭吱吭吱是吧 柴虎溜很快就腻了呗 然后到了延安以后终于来了一个洋妞叫史莫泰莱 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叫什么来着啊 就就跟史莫泰莱搞上了啊 史莫泰莱这个人呢是个典型的白左嘛那毫无疑问的 跑到中国跑到延安 你觉得毛泽东这种人渣搞一块的白左嘛是不是 关键是史莫泰莱搞了一段时间以后毕竟是这个洋妞嘛 虽然中文说的还不错但是我们说过无数次了啊 中文这个东西啊 语言这个东西啊 他当你只是一个工具的时候 你是无法抒情的 你知道吧 你不能够给史莫泰莱写这个什么 天生一个仙人洞啊 无限风光再显风啊 但是你可以给江青写啊 江青一看就很高兴啊 他有这个精神层面的交流 知道吧 那史莫泰莱估计一脸的懵逼什么意思 什么天生一个仙人洞啊 什么无限风光再显风啊 是不是写他不理解嘛 所以说跟史莫泰莱搞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也没什么意思 毕竟这个精神交流有限嘛 啊完了以后这时候又出现了江青啊 到底江青是在之前还是之后呢 啊 是不是考考据学家历史学家不确定啊 也许呢 这个同时出现啊 也许同时出现啊 因为都在延安嘛 最有趣的是什么 赫子珍这个时候呢 还没有淡出这个毛泽东的视线 毛泽东偶尔还去跟赫子珍呢 滚一滚床单啊 完了以后又上来了 叫做史莫泰莱 哎 然后就是中西兼修哎 搞得挺热的 反正延安没事干 还是那句话没事干 除了磕鸦片啊 就是这个什么睡睡女人 后来终于找到事了啊 什么事呢 延安整风啊 杀自己的同伙啊 内斗啊 这个共产党搞这些事情啊 所以后来有人说这个真实的局面是什么呢 就是毛泽东那个时候 跟他换着睡床单的滚床单 有至少三个人 也就是江青、史莫泰莱和这个赫子珍 江青跟赫子珍呢 是接受这个毛泽东同时跟三个女人来往的这么一个三批的这么一个局面的啊 因为中国女人嘛 觉得你毛泽东这么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领袖嘛 什么共产党的元首嘛 这个中国未来的希望嘛 东方红嘛 东方红太阳生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嘛 那个时候 这 在演这个东方红太阳生是一首很好的陕北的民歌 其实是写这个陕北那边的这个男人 私募姑娘的这么一个民间小民谣民谣民间小调是吧 后来被共产党被毛泽东他们改成词 改成东方红太阳生了啊 很有意思 也就是说什么的江青跟赫子珍觉得你这么牛逼的男人 你多睡几个女人那是理所应当 你现在用在三个 那当年的皇帝有三千个是吧 我们也读过圣经的所罗门也有也有上千个这个漂亮的不能再漂亮的美女啊 都这样啊都这样可以理解啊可以理解 所以这个赫子珍跟江青呢就就眼不见不凡啊 赫子珍跟江青两个人有死掐是吧 后来赫子珍死了嘛就没事了 但是呢这个江青呢对始末太来呢 还是很提防的 唯有这个始末太来呢是不大舒服的 因为毕竟是个白左 白左他除了左他还是比较强调自己的个人权利的 觉得他妈的你这么搞三屁也不是个办法是不是 不尊重他而江青在背后老是使他的绊子 那老是算计他 所以始末太来最后在在悲痛欲倦中啊 伤心哭哭啼啼的就离开了延安 从此再没有见过毛宗啊 这个段子我是知道的 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段子 也是说起来令人很很很什么呢 很很悲伤吧 咱用这个词就是一个叫孙伟实的 那孙伟实这个人是个大美女嘛 那是真的是很漂亮的一个美女啊 是周恩来的洋女嘛 啊然后是超级大美女 他的嫁的丈夫是金山嘛 金山是超级大帅哥嘛是不是 那就相当于今天的那个是香港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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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刘德华或者是或者是这个什么台湾的那个叫叫什么来着 我想我最喜欢的一个帅哥叫什么来着 我想想不起来了 反正也很帅了 后来就是这个孙伟实太漂亮了嘛 就被毛泽东看上了嘛是吧 毛泽东就就就就对孙伟实的美美丽 那简直是是是是整天掉哈拉子的是不是 那毛泽东想说他那孙伟实这个人呢也是 呃又给他做翻译嘛是不是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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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又是个演员嘛 那那也没法拒绝毛泽东呗 就就就就两个人又滚呗 滚的还挺嗨 但是这就埋下了祸根了 这个江青呢不干的啊 江青是谁靠近毛泽东 谁就是他的仇敌 谁就是他要死对头 所以这个江青就开始整孙伟实 整得非常惨啊非常惨 完了以后把先把他的哥呀把他的家人都抓起来了 然后宋伟实就给毛泽东给周恩来给一堆的人写信 给康生什么一堆的人写信 然后这些信都没有寄到毛泽东手上 都没有寄到这个宋伟实的手上啊 都没有寄到周恩来的手上 而是直接落到了江青的手上 江青的就找这个周恩来 就说你这个这个人是一个反革命分子 他联合这些这个这个这个反动分子 要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 或者破坏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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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了一堆的帽子 说这个人必须杀啊 当时据说啊 周恩来呢 毕竟是自己的养女儿嘛 还是不大愿意吧 但是也没有明确的反对 然后就表示要查一查 结果据说这个当时江青勃然大怒啊 然后就删了这个什么周恩来 一个响亮的耳光 这个共产党删耳光是有来头的啊 我们都知道这个都只是知道 叫什么来着 薄熙来删了王立军一耳光 结果把自己删到秦城监狱里去了 他没想到这个江青也曾经删过这个什么 周恩来的耳光啊 结果江青自己后来就老死监狱里面 自己上吊自杀 这都是很有趣的事情 共产党删耳光都是有趣的事情 今天还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看待会儿能不能有兴趣再说一期啊 就说一个什么书记啊 扇了几个老科学家几个耳光 在电梯里面打起来了啊 这都是有来头的你知道吗 就这样 所以但是把周恩来扇了一耳光 周恩来都扇懵了嘛 最后就在这个文件上签字了嘛 就是要杀嘛 杀他的这个 亲养女啊 就是这样子的 最后孙伟实是死得很喘的 孙伟实曾经试图去找毛泽东救他的命呢 他知道自己这个肯定要被江青整死的 毛泽东聚而不见 啊 想一 这个时候他 所以毛泽东其实是个很剧内的人 特别怕江青 所以有的时候你你无法想象江青这个人 为什么那么招人烦啊 你看到这些事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后来毛泽东死了以后 几乎所有的人都恨恨江青恨得牙痒痒 必须要把他弄进监狱去 知道吧 这个女人的确太嚣张了 知道吧 后来他们就把把这个什么孙伟实就给杀了呗 你知道这怎么杀的吗 就是江青这个人真是简直了 他弄了一个拍手下弄了一个什么 啊 那个什么长钉子 知道吗 就是长铁钉 直接从他的那个脑门上面 就就给用锤子给砸进去给钉进去 直接给钉死的 所以你你才48岁那一年啊 你所以你看到这个孙伟实 对对对 资料的话 你会发现他的死因是非常的奇怪的 叫什么呢 就头部穿刺 我去 这共产党干的事情啊 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以孙伟实这个人的这个这个故事啊 是说起来是非常惊悚的啊 那真的是超级大美女啊 完了以后就就就被江青这么整死了 而且是最后你要你要把他杀的周恩来一定要签字的 周恩来不签字你你搞不定啊是吧 所以周恩来自己也是在上面签字啊 后来这个邓颖超啊 在在在七八年以后还还为这个事解释啊 说当时也也没办法 说是他既然惹毛了江青嘛 还不是把他送到监狱里面去 完了以后也许待在监狱里面 比待在外边更安全 所以孙伟实就是被周恩来亲自送进监狱 没说要杀 没说要杀这个孙伟实 有有有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了 这都是给自己辩解吧 后来在监狱里面就被一个长铁定居给钉死了嘛 孙伟实啊 这是毛泽东税务的女人 是可以说是是是是最惨的一个女人 知道吗 哎呀其他的一些个事就不说了呀 这个我看了一下 毛泽东糟蹋过的姑娘里面 唯一能够得以比较的能够养老的就是张玉凤姐妹 为什么呢 因为她是个死没王话的就是个服务员知道吧 不是看不起服务员啊 她的确没什么王话 所以没王话 她有个特点就是什么呢 当然除了没王话 还有可能还有个别的特点就是什么呢 有人说的是张玉凤 因为有人见过张玉凤吗 张玉凤现在还活着吗 说这个这个张玉凤这个人呢 他没有权益的欲望 他他的人生呢就是什么 就是想着把把这个啊 毛泽东啊皇上啊刺过好就行了 他没有想说什么干大事啊 没有想说什么要夺权 那其他的人呢都是或多或少有点这个政治暴富 有点这个文化暴富 如果你是政治暴富有的有的多的话 那你完了是吧 像谢金怡就有政治暴富的人是吧 如果你文化暴富完了 尤其是明星你又漂亮 那是江江亲自己就是个演员出身 那不嫉妒死你那不弄死你才怪了啊 总之张玉凤呢到现在还还还比较健康的活着 也算是毛泽东糟蹋过的姑娘里面唯一一个结果比较好的人吧 这就是这一期的这个上级啊 盘点毛泽东那些年糟蹋过的姑娘啊 完了以后我们再讲讲说这个习近平啊 我们都知道习近平之所以这个成为一炮屎啊 就是因为他过去搞了很多女人嘛 这是毫无疑问的 香港之所以变成现在这么一个类似于像中国的深圳的汕头的这么一个小城市啊 现在已经完全是就是一个集权社会了 那也是因为那个谁那个那个习包子过去约了很多炮嘛 搞一堆麻烦嘛 他们说这个包子迪跟这个薄熙来其实是应该是亲兄弟了 就是对待女人都是一样的 睡之前呢就伤好水好的话说的挺好听的 睡完了以后就就不管别人了 甚至就是动了杀鸡啊 说薄熙来睡过的姑娘至少杀过十个人 至少他们说北京这边的人说的啊 反正是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刚才也说过了啊 说习包子也有这样的事情 说至少有三个姑娘 因为这个彭丽媛介入了啊 所以呢这个导致这个三个姑娘消失了 到底是死是活不知道 反正这三个女的就不见了 而且这三个姑娘都给习包子生过孩子的 都有私生子的 反正就是你现在找不到人家人找不到啊 有人说是不是包子迪这个善心大发 把他送到美国去了 送到澳洲去了 送到日本去了 不知道 反正这个人消失了 但是也有人说就直接被彭丽媛 就派人给做掉了呀 至于是不是像江青一样 把这个用一个长钉子 把人家老门钉穿 是不是像薄熙来一样 把人家的姑娘的身体 这个身体做成人体标本 然后又最后给他挣一笔钱 不知道 总归就是什么呢 就是 我劝那些给长得漂亮的 有点想法的 完了以后想叛动胡锋的女人 尽量少靠近共产党的官员 真的那帮人都是不是东西的 他们是 他们就是一群 一群什么 一群这个叫做什么 吸血鬼知道吧 你不要以为你他跟你滚床单的时候 说的上好水好的 你要知道你一卷进这个漩涡 你有天大的麻烦 比如说你给吸包子搞一块 也许吸包子不会动你 也许还甚至有可能会悄悄悄的照顾你 但是一旦被彭丽媛彭妈妈知道了以后 一旦被江青这样的女人知道以后 有你好看 灭你的九族 我跟你说 所以啊 中国它是一个极权社会 知道吧 共产党啊是一个 黄潮 是个红色火 红色这个这个恐怖黄潮 你还不如就是什么安安静静的 下个人啊 过一点平淡的生活 我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了 总归我就是扯这些有趣的段子啊 你就如果你是一个女的 如果你年轻 你听到了啊 也许对你有帮助呗 你何苦来着呢 啊你去嫁一个娘家少年 完了以后啊已经过日子 是吧生儿育女 然后生活在别处 岂不是快灾 你说是不是干嘛 一定要跟这帮土包子搞一块的 然后完了以后就被被人绞杀掉呢 多可惜啊是不是 你送我一时太可太太恐怖了 长钉子盯进脑门 哎呦哎 那是什么 头部穿刺而死 从来没听说过这个故事 也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一种死法 共产党真是是 谁说共产党没有创新能力啊 那杀人真的是有超高的创新能力 我觉得任何的恐怖分子都没有他们恐怖 谢谢大家